雨水隨著滴沙傾斜下來 29號花蓮降下午後雷震雨 不僅造成蘇花公路多處攤坊 還有車輛被落石打破車窗 車子有辦法開嗎 不行 玻璃破掉了 車子現在沒辦法開 先行駕駛從台北到花蓮探青 在蘇花公路158.7公里处 被落石砸中 整台車覆蓋被黃色泥水淋的 髒兮兮 當封玻璃破了一家六口 躲在大清水隧道代救 原警趕到現場引導他們將車開到 相對安全的和平派出所停放 30號一早已經順利回家 29號午後雷震雨炸全台蘇花公路 多處道路中斷 隔天原本有一場路跑 不少民眾擔心安危紛紛退房 有許多的旅客沒辦法前來 所以導致於說訂房被取消 這也算是雪上加霜 截至目前為止 花蓮地區7月份的訂房率 大約維持22%左右 30號一早天氣晴朗 蘇花公路京強修後也恢復通車 這樣的天氣狀況和交通 不止民眾難免也讓業者感到憂心 華視線文章一軍 這張華視線有一塊花蓮報導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